本土 民主 反共 普羅政治 民生起義 MyRadio 2016 各位MyRadio的聽眾大家好,我是毓民 現在是秉申猴年的大年初一 毓民在維園祝大家身體健康 萬雪而異 猴年萬福平安喜樂 各位MyRadio的支持者 希望你繼續交月費 接著就平安喜樂 擁抱大香港主義 香港地 香港人做主持 大香港早晨 大香港早晨 早晨 大香港早晨 回來MyRadio和《二血時報》聯播的早晨節目 大香港早晨 今次我們就是大年初一 大年初一 我們就要找國師來出場 讓大家開過早年 你明白我們香港見過 你沒可能不找國師出來 跟我們新年說一說 新年應該要注意些什麼 應該要做些什麼 給我們一些指引 過年前有些什麼 六大宗教團隊 那些契弟那些 那些神棍 就出來說話 我不敢說 對於我們來說 我們當然要找國師 對嗎 對 今次我們打電話給陳雲老師 跟他做一個 先拜個早年 和大家 問他一些關於 農曆新年的風俗問題 似乎現在這些 大家都是 其實不太認識 好坦白說 小弟不清楚 那接一接陳雲老師 進來 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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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發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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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馬精神 新年進步 新年進步 我祝你新春大吉 後年還有些什麼 後年還有些什麼 後年總之 金猴獻稅 祝金金猴 後來居上 OK 我認識這麼多 通常都是祝金金猴 那 希望大家都身體健康 還有就是 香港國運更加好 國運昌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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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不理 遞到不理 遞到 遞到 他當然是敗壞 對我們有好處 特別是旁邊的國家 OK 喂 陳雲老師 我們今天 打給你 有幾件事 想請教一下你 因為譬如 即使今年也好 在網上 都看到一些 例如網民 或者一些香港人 有爭論 因為其實你看到 譬如政府 其實這幾年 他特意有些 譬如用語 是用大陸用語 譬如煙花 叫煙火 這個最討厭 這個最討厭 這個大家都肯定 煙火是大陸的說法 這個是沒有 雖然兩個 以前兩個都有 但是香港 一直都是跟 宋朝的說法 叫煙花 是的 是的 另外有一個 除了那個 我相信大家都會同意煙火 是大陸用語 是的 大部分人都會 但是另一樣 有一個說法 現在其實很多人都說 現在是春節 或者是 是的 春節 這個春節是甚麼一回事 其實 我記得你以前寫過文 但其實都要解釋一下 因為很多人都不知道 我們的農曆新年和春節是不同的 還是一個匪語呢 其實都有這些討論 希望陳文老師 不如跟我們解答 因為雖然春節是民國 即是中華民國建立的時候 他們用了新歷年做國歷 接著1月1日就叫做元旦 於是舊歷那個新年 即是農曆新年 就不知怎算好 那就叫春節 但其實春節以前是春婚的意思 春婚意思是以前傳統的 應該是2月3月 那個春婚 所以又搞亂了 剛剛叫春節 這樣就叫春節 但後來郭文政公 他去了台灣之後 就叫新年 無謂搞 結果那個春節的名字 被共匪拿了用 對於我們來說 我們從小到大都是叫新年 叫新年 頂多就是一個新力新年 一個舊歷新年 或者農曆新年 因為我在大陸讀書那段時間 經常都聽到別人說春節去哪裡 放春節打旗 其實我有一段時間 是染了這些雜 雜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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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香港也是 越來越多人說春節 是 有沒有 其實現在你會發現到 在這兩年 其實我們有些用語 特別跟過年有關 其實是 都挺接受了 或者是被大陸那種 潛移默化了 一來春節 二來就叫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 也是 我們講習慣了 新歷年才說新年快樂 但是現在 就是Happy New Year 冷冷散散都叫新年快樂 大陸也是一直叫 要是叫春節愉快 要是新年快樂 大陸叫春節愉快 是的 還有什麼自以節約的親切問候 如果是拜年 我們現在就是年輕人 不叫新年快樂可以叫什麼 其實 除了公義發財 大家都知道要發財 很多的 新春大吉 龍那精神 吉星高照 新長力見 藍匪袖手 友誼萬歲 不是 走馬亨通也可以 如果再玩那個什麼 另外一樣 其實為什麼會問到這些用語 其實坦白說 就是跟我們香港 大家都可能這一兩年 對於本土 或者對於本地的風俗習慣 都有一點點在意 想重拾一下 有些事情要堅持 堅持下去才行 不是 整整自己都不懂得說 我們不會開始重視 但其實大家都開始在意到有些風俗習慣 其實在農曆新年 譬如你自己 用你自己這樣說 今天大年初一你會做什麼 傳統習慣什麼都不做 因為 睡覺 年二十九 年二十八 即是年晚已經搞得很晚 那就是 搞得很晚 很多風俗習慣 即是要擺神 又要 要倒稅 然後如果有小孩 要給額稅前 或者過年禮事 你說 因為今年是年二十九 你剛才說倒稅是什麼 倒稅 倒稅 由年二十九到 總之是 最晚到初一那天 就是中間的指示 傳統風俗就是五分的 哦 因為要拜神 嗯 要開年拜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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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開年拜天 拜天公 什麼燒肉 生菜 那些 電酒 電茶 鄉村都會做的 通常的儀式是怎樣 大概 通常就是當天 如果是城市 就是窗台 就是看著天 然後擺 擺 有菜 還有肉 然後有燒酒 然後有糖果 這樣 沒有牌位 沒有牌位的 沒有牌位的 其實是拜上帝 是很古老的東西 其實這個意思是 有什麼寓意呢 就是等天 祝福自己 看照子弟弟 整年 開年 這個風俗 你一直以來都有做到 有做到的 有做到的 嘩 這樣 這個 我完全不認識 這個是 鄉村才有 城市 城市都做到 但是慢慢的人 因為平日都不見天日 馬上就好了 是 很難完整見到一個天 實在在香港 這個是事實來的 大家對著窗口拜 其實有些年輕人 你住劏房 哪有窗 對 要開著螢幕 對 你開著螢幕 然後這樣辦出口 我就可以 搞定了 除了到稅 除了到稅之外 剛才你有提到壓稅前 其實我們現在派利是 都是叫大年初才派利是 其實按傳統風俗 其實是不是應該是 傳統是 剛剛新年度那一刻 即是指夜那一刻 如果小孩睡了 就放一個枕頭底 是的 你說起來真的 是的 我以前是這樣的 還有爺爺 有時候會有這個風俗 那些是很古老的 即都是新年前 找錢來壓驚 壓驚 新年開始怕有什麼斜 那些 以前是銅錢 我們現在用紙幣 都是有壓驚 因為錢可以辟邪 明顯人民幣不行 明顯吧 是啊 比較難一點 你看到那個毛澤東 那個樣子 不是毛澤東 本來就是邪神 不是 你不是放在毛澤東 我記得 因為其實有一個說法 放在壓稅前 在那個 即是那些小孩的枕頭 其實那個寓意 即是說其實是身體健康 對身體健康 因為他是銅錢 因為銅錢 堅硬的東西 嗯 即是 即是金屬的東西 以前也是當是可以 最後很久 不怕 東西撞 哦 因為銅錢 你可以從宋朝 一直用到明朝 都還沒難 那即是年29晚 你很忙 是啊 怪不得年少見不到你 今晚 是啊 這麼忙 做製品 煮湯圓 煲紅豆沙 湯圓都會 在年29晚吃嗎 是啊 吃一點點 對 不如都是 團年 一兩顆 其他就用來拜託 那其實陳文老師 現在初一就什麼都不做 那初二 初三 通常以前是掃地都不掃的 是 因為當是那些財器 不要掃走了 如果掃的話 要從門口掃回去 裡面 當然啦 不要掃走財 不要向外掃 而且垃圾如果不是真的太多 就是翌日才扔 我覺得還沒那麼快 到年初二 因為剛才你提起不要掃街 出街 有些風俗上有些忌諱 有些忌諱 以前的忌諱 是啊 因為迎接新年 有些財神 福神降臨 怎麼接財神呢 連初一是接財神 通常要看看通信 看看什麼事臣 通常是指示 或者再隔多一個事臣 一些吉士 然後看看財神在哪個方位 在哪個方位拜一拜 在家裡貼了一張財神的紙 在房間裡貼了財神 哦 如果走過 有些人說送財神 那樣那些就不關事了 那些拿來士 那些如果 那些如果 那些小孩子要拿來賺錢 我聽過那些 所謂的年初一不應該做 譬如是 不要喊人起床 不要喊他的名字 是啊 怕那些邪神惡法 認得人 這是很古老的 那些被邪的風俗 哦 即是有個說法 是說年初一那天 就不要喊他的名字 喊他起床 是啊 就是這樣 吃早餐 什麼 起床就直接喊 要秉承回來 要傳承回來 等他去睡晚一點 是啊 因為連初那些 姨媽姑姐手上來 八年吵到 吵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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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 那些 那除了 不要洗頭也是 是嗎 不要洗頭 因為那些財氣到了 不動 盡量不動 第一餐就是吃齋 哦 第一餐就是吃齋 是 即是不殺生 不積福 如果佛教進入了中國之後才有的風俗 嗯 我不要吃齋 我真的 不是 第一餐吃齋 第一餐吃齋 如果避不了的話 就是第一柱菜是夾菜吃 哦 第一柱菜 第一柱菜 拿我意頭 拿我意頭 就是這樣 第一件事我就不殺生 即得 即福得 整年有好事 那你年初 即是你什麼都不做 我都不做 有時候 如果真的有空 就看看通信的方位 看看貴神是什麼方向 就出門外 走大運 那一圈 都要上Facebook 有時候 有時候要貼上Facebook 出兩個status 也要 就是說我今年 這個 什麼時辰 貴神 什麼方向 那出門 即是出了大堂之後 就選那個方向走一會 然後再走去自己喜歡的地方 要啊 即是初初好像不知道搞什麼 會走去東方 譬如其他城市 經常都是向南走 向東方 就有個喜神 或者是貴神 嗯 接一接 喜神、貴神 這個通信有寫的 是 以前 以前 電視台 之前有些節目說 現在都沒有了這些 現在沒有了 沒有了 我要等各司的Facebook status 跟著他做 說一下 現在的風水師都不說這些 可能找不到吃 不免得 不是啊 我覺得我們要找回你說 假的 你想想一下 你拿一本通信出來看看 那個耕子有土 有寫的 有寫的 他第一天 就是初一那天 他下面有寫到 是貴神什麼方向 什麼時候 那我就跟著那個方向 走回大運 就好了 是 這個要做 這個抄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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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自己 除了年初一 你剛才說的 風俗習慣之外 有沒有什麼 其實你會覺得 大家都可以 譬如是 就是拿一個新精頭 還有就是 都有一些吉祥如耳的意味 那有些什麼其實是 你覺得是 大家都可以試 譬如是 看看會不會好一點 出油 就是外邊走個圈 就是 第一天為什麼要運動 就是要避開 身體不妥 要避開一些冷寒風 那如果天氣好 進來走個圈 就是顯示 整年一個好的開始 就是 叫天行見 就是 宇宙是要走才見 才能動 所以不能坐在那裡 那進入去走一走 那 那一餐吃斋 那 其二就是休息 就是當成 好像聖經那些休息 就是 過年之前 通常有衝 又玩債 對呀 又是睡馬修路 搞得很忙亂 那所以第一天 就盡量去少洋人 不休息 一家人 OK 自己一條路都沒有所謂 找個男女朋友 沒有所謂 總之安靜 安靜 安靜一點 是啊 那但是 我剛才這樣說 好像是 有什麼厲害 目的想法 但其實不是 我覺得 有一樣的就是 陳老師可不可以講一講 其實對於我們香港人來說 我們以前認識的 所謂的風俗傳承 一些我們會覺得 跟我們香港有關的 過農歷年 一些所謂的習俗 或者風俗 有沒有什麼地方 你會覺得 其實我們現在是要再重新去 大家自己去政治 再重新就是 那些店舖不要這麼做開 就是真的 店舖不要這麼做開 店舖不要這麼做開 因為 太早開的人 不能休息 正常的情況 不能休息 另外就是 太早開 平時那些小販 茶餐廳仔 那些想來 搏新年利是 或者發新年財 那些 不能發 所以正常的新年 就是一歲晚收勞之後 大的酒樓 大的 市場大的 商行那些 一定是初四 初五才開 那段時間 就讓員工休息一下 因為一歲晚就很忙 另外就是 給一些 做小生意 騙滿 街邊 那些 賺錢 人家真是 撲水 那些 就是當生路 茶餐廳仔 你說起也是 以前我小時候的家 做大排檔 到初六才開始 以前有 好景的時候 有時候是初十 現在都沒有笑 以前的人 不是那麼急於賺 因為覺得 可以賺賺了 舊皮 而且可能一年 有些 譬如 叫做 基層 或者 其實真的 有些四季無休的行業 其實農曆年 就是休息的時間 你不會像現在 譬如有些大財團 都會說 現在一早 甚至年初一 就要開檔 有些只是年初一早 很離譜 現在是整年都做新老 嗯嗯嗯嗯嗯 那有沒有還有其他的一些 譬如 這個是關於年初一的市況 有沒有其他的 你會覺得 新年其實 其實新年都是 你說 其他那些都是宗教信仰 那些 如果還是傳統的民間宗教 佛教道教 我們盡量新年期間 去一去 那些摺繞 嗯 抖一圈去拜神 是 因為平時都沒有什麼時間去 還有 有些喜喜 那麼多人在這裡 欺來仰望 通常都是 心情都算好的 那 感受一下那些喜喜 那我們叫 那些叫喜喜 嗯 喜喜洋洋的喜喜 那我現在 就比較 人怕 甚至避煉 那些人 其實現在那些人是很怕 因為其實這條街本身 已經是很 吵襲的了 是 即是那些吵襲 那些吵襲 以前那些街本沒有那麼多人 就很喜歡熱鬧 是 現在已經怕了 不如坐飛機去一些 不慶祝新年的地方 哈哈 不是 坐飛機飛了去 可能去泰國 日本也是不慶祝就歷新年 那也是啊 日本也沒有 台灣就是慶祝的 台灣沒有那麼多人 因為為什麼我會這樣問呢 我覺得 其實 譬如你剛才說的那個年初一 或者出去拿個喜喜 其實跟我們現在認識的那些 就是整個街道很吵衣巴閉 有很多自由行 那些 是兩回事來的嘛 即是你過年的時候 年初一 其實你理論上 即是大家最理想的 就是大家一起出街 一家大小 你是有一種歡樂 還有家庭很團圓的氣氛 但是現在你不會覺得是這樣的 現在其實反而出到去 是啊 現在可能有些互相爭厭 或者總之是沒有害到我 那些 其實都是整個城市的氣氛不好 是 那如果這樣說的話 國師 是 這一年 後年 你有些什麼 怎麼說呢 不是語言 意思就是說 你有些什麼 有沒有些什麼 說話 或者有些什麼 後年 我這樣問一下 老師 總之就是 後年應該大變動 大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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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劇力變動 劇力變動的時候 一定要團結才能生存 一定要找回同島 家庭 朋友 聯絡得好些 互相 不行的時候 可以互相幫忙 為什麼你會說 後年大變動 是什麼一個說法 我想大陸應該會有 順帶危機 或者是金融風暴 或者是 什麼動亂 不是 今年就是明年 所以都要 差不多要準備 就是我們要準備 我們要預防它 總之大陸有資產 就盡早是 自己搞定 自己搞定 不要拿著人民幣存款 到時候拿不到 我因為 剛才那個 這個是你 其中一個 就是那個 看法 譬如對於 因為 你是國事 有沒有什麼 你說話 可以跟我們 本土派的朋友 香港人說 當然要像猴子一樣 想猴子一定要變化大 好像孫悟空一樣 要跳得出五指山 才可以威風 真的是齊天大勝 這個好比喻 好比喻 跳得出五指山 孫悟空之所以 所以搞不定 就是頭上有個金剛圈 他被師傅念咒 就哭著 死了 很痛 另外 走來走去 如來佛 就伸手 跳不過去 嗯 所以就要 衝破這些 首先不要在頭上 帶個金剛圈 就是不會自己打 叫你不要做這樣 做那些 不要在頭上 那個如來佛長 其實就是 我們經常覺得 中共很威風 但我們經常不威風 大家都在當災 哈哈 大家都很高 這個 我很同意 因為其實很坦白說 一直以來 我們面對這樣 其實我們不夠 不夠有一個 不認識到自己的 本身的 有靈之處 其實一點都不給 中共低 而且好像孫悟空那樣 盡量在花果山清亡 就行了 不要出去 在花果山清亡 哈哈 自己本土清亡 不要想著搞天秤 搞天秤 對 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 要找山頭去一去 我去一去沙田 那個猴子山 走一轉 為了為了猴子 到最後 再祝陳文老師 希望今年的 我們大家這樣說 我們就 龍馬精神 龍馬精神 國運昌龍 國運昌龍 有機會在香港見國 大家有威風 在此再次 就多謝陳文老師 接到我們的訪問 之後有機會 再找你去 拿本通勝 說真的 拿本通勝 大家對一對 究竟是今年什麼環境 聽說訪問你 都是嚇什麼 好 好 再次多謝你 多謝你 多謝你 拜拜 拜拜 打倒共匪 打倒共匪 審賞事成 犯事勝意 身體健康 才能打倒共匪 天天天 同仁谷公 打共匪 打共匪 公交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